另外针对新城乡顺安村民市居开垦土地办理成租购物的问题 还有193县拓宽工程以及青年住宅停车不足等等的议题 那么县议员邱光明也提出了多项的建言 请县政府能够多方的协助来办理 县议员邱光明针对新城乡顺安村市居开垦土地的问题 193县拓宽工程的议题以及安心住宅停车不足的问题提出建言 这10年到104年截止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适用这个法来乘购这些土地 所以这些地主非常懊恼 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什么法力会那么多 只要你是国有地以及现有地 你就可以引用国有财产法的52条之二 来用第一次的公告地价来乘购 那为什么呢 他们不行 他们也是从日记时代就来发联的 所以本席认为这个条例不大不合理 而且这个案子已经延伸那么久 70几年来没有办法解决 本席皆是在大会提出来 希望县长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来找两个市公所以及相公所来协调 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今天不解决啊 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总不能给说县民一直这样拖延下去 一定要有一个优惠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住民 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合理的成购 新城相公所旁边就是大汉大雪的全面 有一块现有地 一千多坪能够盖为我们的停车场 一千多坪如果来盖立体停车场 应该可以容纳几百个车位 因为现在如果我们青年住宅 这些车位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住民一直多的话 整个造成我们北谱地区所有的停车问题 造成交通混乱 所以本席希望我们建设处 能够加快脚步 能够赶快规划为另辟一个停车场 来补充我们青年住宅的停车位 蓝山站到七星坛 就是零K到七K 那经过我们县政府的环境评估 也全部通过了 而且也一直延宕到现在 已经好几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但是因为县政府跟我答覆是 这个道路因为有修正的问题 但是修正一次 两次一直修正 而且现在物价又上涨 那中央补助的八亿的经费 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路的标售的金额 本席非常担忧 这个路如果不赶快来标售的话 到时候物价再一直上涨的话 这个道路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将近偷了十年的 所以本席这次定期会提出来 请建设数能够加快 赶快从193的0K到7K的这个道路 赶快来施工来施做 现任全官们表示 新人乡 孙安村早期设定在花链市影响到村民们的开墾土地 利用了权益 另外193向未来拓宽以利地方发展的进度 以及青年住宅停车步骤的问题 他这次会持续做好监督的工作 来争取地方的未来发展 记得继续换什么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